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进叶宝吉利下了哈马功劳 外媒 重庆思维300万球狗巴西前锋赛巴 根据希腊媒体210的消息 重庆思维有一奥林匹亚特斯的前锋赛巴 这位巴西进攻球员 也望在几天内正式加盟重庆 此前重庆曾追逐过包括伊涅斯塔 登贝莱等人 不过最终都明能如愿 而在近日 出生于1992年的赛巴 又成为球队最新的目标 赛巴此前与重庆主帅保罗本托就有过合作 16-17赛季本托之家奥林匹亚科斯时赛巴就得到球队重用 在当赛季他出场43次打入气球 并贡献12次助攻 不过在本托离开球队后 他也失去了主力位置 一旦赛巴加盟 那么重庆的埃根廷后邀阿吉雷将会离队 赛巴此前曾入选过巴西国庆队 在场上他可以出任前锋 以及左右边峰等位置 经纪人 光临做好了降薪回归国米的准备 近日光临的经纪人 在接受媒体PASSIONATE采访时透露 光临打算降薪回归国米 光临保持了身体和精神上的良好状态 他仍然很有动力 面对国米的召唤 他会准备好的 他的工资不成问题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降薪回归国米的准备 光临在2013年到2016年期间为国米效益 并在2016年东窗 以1300万欧元的转汇身价加萌生花 从中超回归主流连赛肯定要降薪的 毕竟在中超都是一家的